你和那个不知道的同台是什么? 对啊,就是因为这个圈子很多的不同的角度 我们自己的角度,观众的角度,粉丝的角度,媒体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种种猜想 但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最重要的是考虑我跟他,我们两个人自己的角度 而这个角度一定就是简单到 简单到就是让我奶奶能理解就行了 我觉得他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俩要装不认识 那两个人这次同台了以后会有这种释放的感觉,放松吗? 就挺自然的一件事情吧 也没有说有特别的感觉 就是不用装假装不认识,就挺自然的 如果在媒体啊,总是会想做一些亲密的群众啊 这些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太害羞了 就不在这种情况下 就自然发生吧,我觉得 不想要刻意的要怎么样 不想要那样 不想要那样 那边有没有 其实都挺好的,因为我觉得 粉丝其实看的还是作品 然后我今年有点对不起粉丝 因为我去年一年的时间都在拍一部戏 所以我今年没有播 然后我现在也在想办法 就是我想说年底之前能不能找一些现场的方式 比方说在舞台上 戏剧、话剧 然后年底之前还算给大家演一场戏 因为拍电视剧今天都播不了 所以待会儿可能是有一个 一个那个画剧还是表演 不是不是今天,今天我们就是来 对,来做慈善业 就是他自己有一个画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粉丝 就是的 其实我们俩的事情只是我们个人的生活而已 就是粉丝 不管他的粉丝还是我的粉丝 其实看的都是他的作品和我的作品 然后我就正好说到这一点 因为最近可能太久没作品播了吧 大家也闲得发慌子 所以就是拿一点给他们看点戏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然后今年可能能在年底之前做到的就是舞台这种形式 你都说叫你老,别老上网了 那你别老看他们的流行 哈哈 我看了个粉丝都这么说 对 你自己会看到两个人 就是那次观人两个人的评论 嗯 呃 不太会看这些 对 因为看主要是 我气播的时候我才会看 啊 嗯 那今天谈到慈善吗 要不然 嗯